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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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話的目的不是為了對話 不是一個公關的伎倆 是要尋求改變 特區政府有沒有誠意 來聽市民的聲音 社區的對話 因為有人說只有150個位 其實更難中過頭 也有很多專業人士 希望政府可以去實行 是我從來沒有對政府感受過不滿 也沒有反對過警察或政府的施政 但在近月中 我感到非常心痛 我所心痛的並不是 有示威者破壞了一些基建 或者是一些地鐵站 而是我看到原來我們的警方 是會指輪為馬 他在後巷打一個人 然後形容一個人為一個Yellow Object 你是否認為這樣是指鹿為馬 你是否認為警方是實上愚民 我認同犯法的人是需要被法律制裁 但是香港警察濫捕 使用過分武力去攻擊市民 侵犯他們的自由和人身安全 警察犯錯 市民就只能夠去投訴警察課投訴 然後就等沒有法定獨立調查權力的監警會 去審視這個調查報告 我想問特首是否寧願維護三萬名的警察 都不願意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呢 我們唯一的分別就是究竟用什麼方法 來找出這個事實的真相 獨立調查委員會是一個方法 既定的獨立的監警會也是一個方法 有人問可不可以加強透明度 事實上這兩個月 他們是加強了透明度 有人問可不可以加強公信力 於是監警會在海外的四個地方 找了一些對警務工作非常熟悉 也都肯定不會說見到一些事 他會隱瞞的專家來加入這個工作 監警會也都向社會大眾 包括在座各位的朋友 去要求你提供資料 去到現在已經有一千三百份的資料 涉及到超過二萬個這些影像 相片啊 信息是交了給監警會 我們是否應該給監警會 再過幾個月完成了他的工作 然後大家放在眼前看 這個是否大家可以接受的事 有些示威者的書包有張遺書 我覺得人生為何要去寫著遺書 這個新屋嶺是一個拘留中心 它不是一個常設用來做拘留的地方 但是因為有一次是拘捕的人數比較多 所以要啟動那個中心來用 但鑑於大家對於它的運作 是有一些關注 因為我知道的警務的高層已經不再用這個中心 新屋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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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